民进党的手法就是 标准可以改 证据可以照 安全只能说 风向要带到 目标就是 核实进口 一定要过关 大家好 我是高金苏美吉 瓦斯阿利 1月11号台日经济贸易会议 在台日两地视讯连线召开 这一次的经贸会议 有没有签署到什么样的协定 还有备忘录呢 到目前为止 好像不得而知 但是从12号的报道看来 双方的代表显然是在各说各话 邱一人说 希望能够及早展开加入 CPTPP的建设性对话 日本核实的进口 没有时间表 然而大乔光夫 他则是把重点放在 辅导五线食品的开放进口上面 邱一人他明明就知道 加入CPTPP这件事 并不是日本支持了就能够算数 但是他却要日方先展开 建设性的对话 言下之意似乎是在暗示着日本 只要愿意展开对话 核实进口台湾 就会有具体的时间表 可是大乔光夫显然 还是按照日本交流协会代表 全郁泰的立场说话 他的立场就是 辅导食品还有CPTPP没有连接 两者要分开讨论 这些食品的开放要等待台湾的决心 在日本的初考贸易里面 台湾排名第四 而台湾对日本的农产品贸易逆差 在疫情之前就已经达到72亿美元了 以台湾这样的对日贸易身价 在贸易谈判里面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我们是可以利用贸易的优势来保障人民的食品安全 还有健康 但是邱一人他却选择了一个不相干的CPTPP的议题 要日本来支持 然而大乔光夫他确诊地对台湾申请加入CPTPP 表示欢迎而已 明明知道了日本的立场 为什么邱一人他还是硬要提呢 我觉得民进党在开放日本核实进口的这件事情上面 他想要找到一个政治下台阶 否则开放莱猪进口已经一年了 民进党原先说好的TFA谈判呢 怎么到现在都还上不了谈判桌 毫无实质的进展呢 台湾全民的健康权力在莱猪进口的时候 就已经被民进党拿去讨好美国出卖过一次 到现在还换不到TFA 现在又要再出卖一次讨好日本 台湾人民的健康不断地被民进党打折出卖 要是换不到CPTPP任何实质的进展 民进党他要如何向779万 反对日本核实的公投民意交代呢 这不是民进党人拿莱猪公投当借口 说一计台湾氛围已经改变就可以打发得了的 817万票选出来的总统可以做4年 779万票反对日本核实的公投民意 难道就只能有效两年而已吗 这是什么样的民主逻辑 民进党的总统还有官员 他一直都在大内宣地说 开放核实进口是为了要加入CPTPP 日本如果不配合演出的话 那么蔡英文的走向国际的剧本就没稀唱了 但是就算日本真的同意对话 我们就要以为加入CPTPP快要成功的话 那么就又被民进党骗了 因为民进党根本就不敢为难日本 只是想要弄一个对话对内交代一下 可是日本是没有办法配合演出这场骗局的 因为CPTPP不是只为台湾还有日本设计的 它还有其他的经济体成员 2013年韩国禁止辅导八线市的28种水产品进口 2015年的日本将韩国告上WTO 2018年WTO的初审日本胜诉 2019年WTO终审韩国胜诉 尽管韩国有这样的胜诉事实 但是在申请加入CPTPP的时候 还是遭到日本的阻挠 日本告诉韩国 如果韩国不开放辅导八线市的水产品进口 日本就不会同意韩国加入CPTPP 除了日本之外 其他和韩国有竞争关系的贸易对手 在没有进一步的贸易斩获之前 会让这个全球贸易出口排名第六的国家 轻易的加入吗 如果韩国尚且如此 那么贸易出口排名第十五的中华民国 该怎么面对呢 全玉泰他说 要等待台湾的决心 其实就是日本铁了心 要台湾无条件的开放辅导核实进口 他们认为 如果你台湾都可以无条件的开放莱猪进口 为什么不可以同样无条件的开放日本核实进口呢 日本不但要我们无条件开放核实 明年日本核废水倒进海里之后 还会像逼迫韩国那样的 进一步要求我们无条件开放进口 日本海域的水产 到时候就算民进党低声下气的开放进口 我们难道就能加入CPTPP了吗 我想答案还是否定的 到时候变本加厉的食安风暴 谁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呢 当然是老百姓 针对核实进口 民进党的官员们已经开始在带风向了 先是网美话说 核实不好听 然后卫福部的食药署说 要依照国际标准 还有科学证据来把关 农委会他再加一项食品安全的原则 外交部除了重复这些话术之外 还加上了一句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 这些四平八稳的官话 大家是不是好像在哪里听过 似曾相识呢 你想的没错 莱族公投的时候 这些大官还有部会 就是讲了一模一样的话 民进党的手法就是 标准可以改 证据可以照 安全只能说 风向要带到 目标就是核实进口 一定要过关 过关对人民完全没好处 但是对民进党的国家队来讲 又是一次旗开得胜 习惯不择手段的去赢的民进党 他根本就不在乎贸易逆差 根本就不在乎台湾大部分县市 没有辐射污染的检测能力 还有设备 他根本就不在乎台湾正在起步的 友善农耕 以及多样化的农业生产 会遭到辅导农产品多大的竞争压力 还有打击 这几天卫福部国建署公布了 2019年的癌症登记报告 大肠癌已经连续14年 残联了十大癌症之首 罹患大肠癌的主要原因 和吃下去的东西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回头看看执政的民进党 罔顾国民健康 进口莱猪之后 现在又要进口日本的核食给人民吃 他完全放弃了对日本高风险辐射食品的 全面检测义务以及贸易谈判权 他宁愿黑箱交易 就为了蔡英文走向国际的政治虚荣 这不但严重威胁到 还有伤害我们后代子孙的健康 以及食品安全的环境 他还断送了 台湾农业永续发展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